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92年上映的香港奇幻动作片 西藏小子 巴布金平是布达拉宫的正宫之宝 拥有不可思议的超自然力量 500多年前野心勃勃的黑教为了占领西藏 主动向其他教派宣战 最终黄教依靠巴布金平的神力赢下了这场战争 将黑教驱逐塞外 后来巴布金平意外被盗 经过百年的辗转 巴布金平意外落到了某位收藏家的手中 收藏家在得知巴布金平的来历后 决定将此生物归还于黄教 也就是现在的布达拉宫 因此他特意委托了罗律师 希望罗律师能去趟西藏 向布达拉宫里的喇嘛传达他的心意 罗律师因为腿脚不便 一路上都在抱怨这里落后 不知道与时俱进 还说喇嘛会法术的传闻 不过是为了招揽游客 故意搞出的噱头而已 顶多只能算是小戏法上不了台面 负责接引的喇嘛 旺拉年轻气盛 为了给布达拉宫证明 他当场用法术 治好了罗律师腿上的顽疾 罗律师这才知道 布达拉宫里的喇嘛 确实如传闻所说 有过人之处 然而旺拉的治腿举动 却引起了师父的不满 因为按照教规规定 喇嘛是不能随意展示 自己的超能力的 为了给旺拉一个教训 师父决定派旺拉前往香港 取回巴布金平 收藏家为人比较低调 原本他并不想将自己 归还巴布金平的事 公之于众 以免惹来麻烦 可谁知 罗律师一回港 就主动向各大媒体 透露了自己此行的奇遇 让大众知道了 布达拉宫的神奇 以及巴布金平的存在 这五百多年来 黑教从未放弃 战里西藏的想法 得知皇教 早已逝去巴布金平后 黑教首领罗桑 立刻带着妹妹 闯进了收藏家的别墅 打算抢走金平 虽然收藏家是硬骨头 死也不肯透露金平的所在 但罗桑法力高强 金平的位置 根本就瞒不住 不过想要发挥 巴布金平的超强神力 罗桑还需找到 巴布金平的瓶盖 罗律师为了让旺拉 尽快到达别墅 主动派出自己的侄女圣男 让他负责从中接应 然而因为钱财外露 刚到西藏的圣男就被小偷给盯上 小偷见圣男孤身一人 于是便干脆转头为强 幸好圣男随身携带有防狼喷雾 这才顺利逃过一几 另一边 旺拉按照约定来到了指定的旅馆 可他没想到 这间旅馆早已被杀手围住 不过杀手们行动时 旺拉刚好因为拯救小鸟翻出了窗外 所以刺杀以失败告终 目睹杀手行凶的旺拉因此猜到 接应人有生命危险 幸好圣男的穿着 和这里的人不同容易辩认 旺拉很快就找到了他 为了以最好的状态 应对追过来的杀手 旺拉特意将圣男藏了起来 然而因为无法忍受动物尸体的味道 圣男竟偷偷逃出了躲藏点 刚才小偷行气失败后 将此事告知了同伴 同伴为了给小偷报仇 一直在四处寻找圣男 现在圣男主动露面 他们当然不会放过 不过凭借着谨慎的喷雾 圣男还是暂时摆脱了这群小偷 旺拉以为圣男身后的小偷是帮手 所以胡乱出手指挥 导致摸不清对方身份的双方 开始狗咬狗 不过杀手的首领还算清醒 知道追旺拉要紧 面对首领的枪 旺拉不得已只能使用超能力自救 瞬间杀手首领就成了纸老虎 旺拉还顺势拿走了首领的枪 通过假扮朝圣者 旺拉与圣男终于摆脱了 杀手和小偷的追杀 虽然旺拉救了圣男一命 但圣男却并未表示感谢 因为旺拉救他时表现得太过粗鲁 丝毫感觉不到尊重 所以他决定与旺拉保持距离 可谁知旺拉因为没有和异性相处过 因是把圣男当成了男性来对待 使得圣男非常不满 不过旺拉在回房时 送了圣男一个入睡神器 也算是弥补了一些亏欠 很快两人就通过飞机来到了香港 旺拉不知道携带枪支违法 因此在看到提示后 竟选择主动拿出 结果误被警方当成了恐怖分子 不过也因为这样 旺拉与圣男意外躲过了 罗桑与罗妹的埋伏 圣男认为旺拉是惹是鬼 只会添乱 因此更加讨厌旺拉 旺拉见此只好使用法术 制造一些欢乐气氛 当然这个欢乐只是对他来说 麦克是圣男的男友 得知圣男被抓后 他立刻就将圣男给保了出来 旺拉看住麦克表里不一 内心阴暗 所以忍不住戏弄了麦克一番 麦克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 所以找到机会后 他立刻就还了回去 不过旺拉反应很快 摔下楼梯后 他立刻顺势心理 避免了自己的尴尬 罗律师的朋友仰慕旺拉已久 他们很想看看 特异功能是什么样的 旺拉本不想展示自己的超能力 但在圣男的要求下 他最终还是露了一手 让世人见识到了超能力 不过没想到 罗桑的妹妹早已混进 此次的宴会中 在她的出手干扰下 主动要求试试超能力的罗律师 吃了大亏 随后罗妹又将目标 对准了参加宴会的宾客 幸好旺拉强行停止法术 圣男才没有丢脸 在众人眼中 这场意外很明显是旺拉造成的 圣男因此更加讨厌旺拉 就在旺拉准备追上去 向圣男解释时 罗妹竟主动向旺拉发出邀请 旺拉本以为 罗妹是想帮她追回圣男 结果没想到 罗妹另有目的 原来罗妹早已派人潜入西藏 巴布金平的瓶盖 在旺拉身上这件事 也已经被罗妹知晓 罗妹知道旺拉有些本事 所以没有选择硬抢 她想通过色诱 找机会将瓶盖偷走 旺拉是童子之身 哪见过这种阵势 差点就控制不住自己 还好旺拉在最后一刻 稳定住了自己的心神 罗妹这才没有得手 无奈之下 罗妹只能选择硬抢 她这一抢终于让旺拉 明白了她的目的 罗妹善于用边 她的诡异边法 让旺拉吃了不小的亏 不过旺拉战斗经验丰富 很快就看出了 罗妹的弱点 通过近战 旺拉一套连招下去 直接将罗妹打倒在地 罗妹见此只好使出法术 终于将局势再次扭转 就在罗妹准备捡起 掉落在地上的瓶盖时 瓶盖竟因为接触了电网 从而导致通体带电 罗妹因此被电伤 眼见无法在战斗后 罗妹只能选择先行撤退 罗桑对罗妹擅自行动的行为 非常不满 因为她很清楚 就算拿到瓶盖 她也无法利用八部金瓶的神力 因为驱动金瓶 还需要一段咒语 这段咒语 师傅在望拉出发前 就已经传给了望拉 也就是说 望拉是解开金瓶神力的关键 此时望拉正在四处寻找圣男 而圣男也在罗律师的劝述下 准备找望拉道歉 还好望拉比较执着 硬是靠着游泳 直线赶到了圣男家 虽然两人跌跌撞撞的再次相遇 但关系却没有因此变好 因为望拉的思想太过幼稚 总喜欢开些奇奇怪怪的玩笑 实在令圣男提不起好感 夜里望拉忍不住将自己的烦恼 通过法术向师傅倾诉 准备给望拉送被子的圣男 因此偷听到了望拉的想法 原来望拉并没有圣男想象中那么不堪 毕竟两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对某些事看法不一致是很正常的 经过这件事 圣男决定试着以望拉的方式看待问题 这下他和望拉终于成了朋友 按照流程 今天就是望拉取回金瓶的日子 可他和圣男都没见过收藏家 因此就算罗桑设局假扮收藏家 两人也看不出来 在圣男的见证下 平盖与分离了百年的八部金瓶 终于再次合而为一 为了套出金瓶的咒语 罗桑假意让望拉确认 请他用咒语驱动金瓶 望拉听到这话疑心顿起 需要咒语才能驱动八部金瓶这件事 外人应该是不清楚的 眼前这人真的是收藏家 通过假意摔平 望拉成功让罗桑暴露了身手 真正的收藏家哪会有你这么好的身手 不过别处早已被罗桑的人团团围住 就算暴露了身份 罗桑也丝毫不虚 面对来势汹汹 一波接一波的打手 望拉只能破例动用法术 罗桑见此只好亲自出手 凭借着偷袭 罗桑一套连招下去 很快就将望拉打倒在地 而圣男没过多久 也落在了罗妹的手上 为了逼问出咒语 罗桑决定慢慢的折磨二人 让二人生不如死 望拉因为双手被绑 无法结印发动法术 只能向圣男竟用身体结印 可谁知 罗桑早有防备 两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她的双眼 望拉虽然不惧死亡 但却害怕圣男受到牵连 罗桑看出了这一点 因此故意用圣男做威胁 望拉无奈只好说出了咒语 按照望拉的要求 罗桑做好了施法前的一切准备 随后她又独处了驱动金瓶的咒语 可谁知 金瓶上的神力敌我不分 任何在范围内的目标 她都会攻击 罗妹伸手较差 面对金瓶的攻击 她躲闪不及 身体被当场贯穿 望拉则趁此机会 利用圣男的手急硬发动法术 解开了身上的枷锁 此时金瓶终于发现了望拉 不过因为望拉身上有金蚊守护 金瓶并未对望拉造成致命伤害 原来望拉刚才只教了罗桑一半的咒语 难怪金瓶会胡乱攻击 罗桑不死心 事到如今还要抢夺金瓶 望拉无奈只能再次和她动手 虽然望拉不是罗桑的对手 但干扰罗桑达成目的还是没问题的 罗桑气急败坏 一怒之下使出了全部实力 然而望拉的法术能力并不在她之下 所以罗桑最后还是只能选择肉搏 为了统治西藏 罗桑这次决定豁出一切 然而急于求成的她却反遭望拉利用 被望拉抓住机会 一剑斩下整只手臂 失去一只手对施术者来说 无异于宣判死刑 所以望拉并没有选择再对罗桑下手 然而没想到罗桑死不悔改 硬是要打 望拉为求自保只好用剑将罗桑带走 经过这件事 巴布金平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 事情圆满结束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次见